在掌40点以11098点做收 那么恭喜空投今天持续维持着一个所谓断头 老师啊你为什么这么样的一个所谓贱啊 那你今天你做对边 你不能在节目当中去修理那些空投 那基本上我还是老话一句 如果我谢文恩没有在节目当中 事前去跟大家做预告 事后我看图说故事 涨的时候我买最低卖最高 然后在节目当中恭喜会员大赚 我讲坦白那种下流的事我绝对做不出来啊 那我请问各位 为什么你要选择谢天谢地谢文恩 因为很简单 我说过了你要找一个老师 凡是能够在节目当中 不管包括盘中连线 不是等到收完盘哦 还有包括盘中的一个所谓LINE8 我们的一个所谓账号是小老鼠PRO101 我请问大家 昨天在9点51分的时候 我有没有很清楚跟你预告 主力心态是个标标准准的多 我告诉你 你千万不要给我放空 甚至昨天11点31分的时候 我在盘中的一个所谓连线节目 我有没有跟你预告 外资持续站在一个所谓买方 这是为什么你昨天看到46万的一个所谓对账单 来我再来一遍 如果说呢 我跟一般人一模一样 看图说故事我绝对没有资格在这边亏空头 可是在昨天5点的一个所谓节目当中 我请问各位 当时的P案盘是不是呈现下跌的一个所谓状况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会有没有很清楚跟大家预告 我说空头很抱歉 你们又GG掉了 因为收盘大于关键价 收盘大于一个所谓AC 所以说你又看到 8月份第一天的一个所谓胜利 恭喜会员 7月份全胜 6月份全胜 5月份持续维持全胜 那我请问大家 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就要先我举个例子好了 很多我有说谢老师啊 你也太夸张了吧 你每天在节目当中都修对的对账单 难道没有错的对账单吗 那我请问大家 你在我的LINE8 收完盘我们就不管 我们就讲盘中好了 你在我盘中里面的话 我请问各位 你所看到的一个所谓对账单 你所看到的一个所谓事前的一个所谓预测 再来一遍 今天这个老师准或是不准 你们不是三岁小孩啊 你们也不是多多乐乐 狗看到食物就想要吃 可是问题你们今天都成年 具备一个所谓判断的一个所谓能力 那为什么全台湾就只有我拿出对账单 就只有我拿出的一个所谓捐款的一个单据 因为很简单 一般人到现阶段还搞不清楚 主力作手的操作 还是架构在价格的一个所谓观念 那我请问大家 你利用均线 你利用KT 很抱歉 昨天你的尾盘 你就在加码放空 为什么 因为30分钟60分钟 乃至于日线的KT 有没有出现高档的背离 有没有出现死亡交叉 那我在节目当中 我也在跟我强调 你今天你每一个月 要掌握1000多点的波动 那绝对不是梦啊 可是问题你是需要知道 人家主力作手操作 还是架构在价格的观念 不管包括5月4号 不管包括5月31号 不管包括6月7号的反手放空 这一段麻烦去掉 我们当时每天的一个所谓重播单 5月31号 你看到外资大卖150亿 我去跟你预告 主力心态是个标标准准多 又大涨450点 没错吧 到6月4号还在加码买进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你要拥有一个所谓主力心态 因为再来一遍 6月7号 我把图稍微放大一下 那么当时所有的投顾老师看到指数 站回所有的均线 每一个人就只能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话 跟你报告 任何压回都是买点 然后呢 这边叫做任何的反弹都是空点 结果一路涨了500点 任何的反弹都是空点 结果创波段新高 他却告诉你任何的压回都是买点 那我再来一遍 如果会压回 那为什么你的老师不敢放空 因为他已搞不清楚到底是要做多来放空 这是为什么 我说你要拥有一个所谓主力心态 所以说如果你的软体没有主力心态 我建议大家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带枪口号 就像很多说笑死啊 你的节目能不能讲慢一点 我的节目全部都是绩效 我的节目全部都出手 就好像你的老师今天要告诉你是周选择权结算 所以说观望 如果说你的老师今天又没出手 那你不带枪投靠你在干什么 你干脆自己拿一望眼镜 在我的LINE 8里面 自己慢慢看 自己慢慢研究就好 你根本不用参加头裤 参加头裤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是要让你赚快钱 没错吧 6月7号一路放空 结果6月14号台北股市真的杀一根长黑K棒 没错吧 甚至6月19号 6月19号我们还在做加码放空 22号放空 25号放空 结果26号台北股市 有没有真的跌破年线的一个所谓支撑 当你看到跌破年线支撑 当时跟你预告任何拉回都是买点老师 HBR都不敢再讲了 就当你跌破年线之后 我们跟你预告反手站在一个所谓买方 因为主力心态它是由空转多 这是为什么你很轻松看到37万的一个所谓对上单 那你说8月7月份操作难度很高 我也跟你预告过了 因为大盘的月线是绿灯 你更需要知道人家主力作手的一个所谓价格观念 绝对不是后知后觉 看到6月29号一根长红K棒 又告诉你任何拉回都是买点 要买是在6月26号 要空是在6月7号 每一个极细部的一个所谓转折 我都有帮你掌握到 麻烦你自己去爬LINE AT的贴文 麻烦你自己去看盘中的一个所谓连线的一个所谓节目 结果直到7月6号心态转为由空转为一个所谓多 我要告诉你全力做多 很简单嘛 主力心态空这一跌又跌了将近有250点 结果来到这一天7月6号 我跟你预告心态由空转多 补空反手做多 你要告诉我 你又输光光了 没有关系 那我就让你看65万的一个所谓对上单 没错吧 甚至于包括台风架的那一天 告诉你放空 结果隔天大跳水 你又看到78万的对上单 结果7月11号 川普针对中国克2000亿的一个所谓301条款 你看到跳水 你又想要放空 我跟你预告主力心态 它是由空转多 这是为什么 你又看到60万的对上单 这是为什么 你要拥有主力心态最主要原因 因为如果没有主力心态 跟着我面一遍 主力做手 他难道不知道这个叫做M头吗 他难道不知道这个叫做M头吗 他难道不知道这个标标准准复合式的什么 V型反转吗 可是不管包括M头 包括V型反转 你根本永远不知道哪一天是真的 哪一天是假的 这是为什么 我说你的软体 如果没有拥有主力心态 如果你的软体的栏位里面听清楚 没有一栏叫做主力心态 那就标标准准的破铜烂铁 很抱歉 很抱歉 我又是事前预告 又事后让你得到一个所谓完完整整的验证 26万的一个所谓对账单 24号也是一模一样 甚至于上个礼拜最经典的 主力心态他先空 先空之后再转多 我在里面Line 8也跟大家做一个所谓完整整的报告 主力心态空你不会放空 主力心态放空完之后 有没有垂直往下杀这一刀 当心态有空转多 你不会反手做多 还是你转不过来 所以说你就没有办法去掌握每天的荣耀 每天的一个快乐 来到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请问各位你敢做多吗 你敢做多吗 那你为什么不敢做多 因为你又怕 这一个所谓的压回 会不会又出现垂直的一个所谓击杀 结果你要知道上个礼拜五9点59分 你的Line 8我也有跟你预告哦 不要说没有哦 一涨又涨了将近有50点 有没有跟你预告 目前主力心态 他是个飙飙准准的多 目前主力心态是个飙飙准的多 上个礼拜五9点30分 上个礼拜五10点29分 我要盘中连线的时候 我再一次跟大家报告 你手中有空单的 你要自己非常非常小心 结果预告完之后 上个礼拜五台北股市 有没有收在一个所谓最高的 一个所谓高点 都有看到哦 这是为什么 你又看到了一个所谓对账单 红样来到礼拜一 这个礼拜再来一遍哦 因为这一个礼拜还是架构在 因为礼拜一礼拜二 是架构在月线 它是绿单 就礼拜一当心态有多转空的时候 我有没有在11点31分 跟你做报告 这是为什么 你又可以看到 6900的对账单 再来一遍 为什么你要选择我 我常跟着我强调 我的出现 如果你会选错老师 那当然啦 你要选择老师 是那种荣华富贵的 人家说呢 很多人第一件事情是看外表 我可以戴一颗超级无敌 这么大颗的蓝宝石 白宝石 金宝石的转件 戴一颗超级无敌 大支的劳力士手表 然后我请问大家 你要跟劳力士手表谈恋爱吗 你赚得到劳力士手表吗 很多投赋老师身上戴的行头全都假的 你都不知道 我跟你讲 拖光光上节目 会员能赚钱 会员也要我每天拖光光了 那为什么选择我吗 每一个人收完盘都买最低卖最高 哇涨上来喔 每一个人都买在635 好厉害喔 那为什么不敢在盘中连线 为什么不敢在Lite 8里面 事前预告 你这样子还会选错老师 我随便你 昨天9点51分 跟你预告主力心态转多 拍谁喔 拍谁喔 人家礼拜一主力心态空 礼拜台北股市有没有跳水 有没有 你有没有很佩服主力心态 他主力心态空 他让你礼拜一说最低 礼拜跳水 跳水完之后 跟你预告 主力心态它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多 这是为什么 你看到46万的 一个所谓对账单 那为什么46万 因为很简单 我在一个人抓准趋势方向 我不可能做一次而已 我会不断的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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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老师是做错了不断的加码放空 加码放空再加码放空 然后告诉你重新规划 重新操作 你不带枪投靠 你在干什么 好啊 老师46万赚太多 我没这么多钱 那没关系啊 没关系啊 你不是每天要帮自己加薪吗 加薪5000块 有这么样的困难吗 一个月帮你自己加薪10万块 有这么样难吗 随便啊 随便跟你预告空头巨巨了 随便跟你预告空头巨巨了 8月第一个交易日 9086 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 有没有很轻松的吃到龙虾 吃到鱼翅 吃到鲍鱼 有没有差一天 真的差很多 今天大家来市场 你们的目的是为了赚钱 赚钱 赚完钱之后 有很多方法 有的是为了享受 有的是为了改善家庭生活 比如像你家的那个楼顶漏水 墙壁漏水 那叫标标准的臂癌 人家告诉你 风水鞋里面臂癌 它是不好的 错 臂癌不好的原因 那叫做霉菌 霉菌它 所以说你们要多吸收一些专业知识 不是臂癌会导致于风水不好 那是因为臂癌会产生霉菌 会对呼吸道会有一定的影响 因果关系你要搞清楚啊 你们每天在求神拜不 我需要拜吗 我在拜我的敌人也在拜啊 你送的花 你送给神的水果 你送给神的水蜜桃 有这么大颗吗 有不仙桃这么大颗 享受 我的会员每天都在享受 你以为我不敢吃哦 你下次从泰国带回来我吃给你看 甚至到澎湖岸 澎湖岸 我才知道澎湖这么样的一个水漂亮 太久没去 上次去十几年了 所以说呢 要怎么样享受生活 很简单 改变战术策略 迎接赚钱契机 带枪投靠 生的只要188 广告中的电话把它拨通 来进入人类历史上最快乐的事情了 今天是8月1号 麻烦你现在把你的手机打开来看 在你的手机里面 麻烦大家 你们手机就可以下单 对不对 用手机下单 麻烦在你的手机里面的话 选择区间 你选从7月1号到7月31号 很多说谢老师 我的资金真的不够 谢老师 我是那一种赚钱 我跑得比飞弹还快的 只要一赔钱 我卡嘛 我就没办法担 很简单嘛 你只要有主力心态 就像昨天主力心态多 你可以买 然后赚一千块出 赚完一千块之后 然后再把它追回来 赚八百块出 然后再把它追回来 然后赚七百块出 也是赚钱 因为为什么要拥有主力心态 你不知道主力做什么方向 好啊 你很会空 我等一下给你看 我等一下给你看 你今天你在空的时候 我又再做多 我等一下拿证据哦 来 先处理7月份 7月1号到7月31号 麻烦自己把它调出来 要不要放弃治疗 要勇敢面对 确定按下去 这个会员资金真的很少 而且很喜欢跑来跑去 人家也帮这个月 上个月帮自己加薪 六万六千八百五七 好 一笔过去了 再看另外一笔 7月1号到7月31号 280万 01070元 这不是你要的吗 日日加薪 月月加薪 再来一遍 不要因为我帅 而跑来找我 重点就在于说 有没有一个老师 在昨天9点51分 跟你预告主力心态多 有没有一个老师 在今天盘中的 一随连线节目 还是跟你预告主力心态多 再来一遍 为什么你要拥有主力心态 除了可以掌握这280万 甚至于包括资金比较少的 6.6万的荣耀之外 更重要的重点 你存在 再空啊 再空啊 破颈线空 我们再做多啊 因为主力心态多 今天8月1号 20万 8408 有这么难吗 有这么难吗 老师 PM盘又下跌了 随便啦 whatever啦 whatever啦 你明天 再挂一次 如果明天开低 它是你上车的机会 因为周线的关键价 那些精确的价位 怎么样计算 我先给大家看一样东西 今天是不是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盘前稿 这是我们今天早上的盘前稿 里面跑来跑去 你想要做更深层的一个所谓了解 你想了解盘前稿里面的全部内容 广告中的电话 你把它播通 第二件事情 我说大盘月线它是一个标标准的红灯 你昨天陆陆续续索取到我们的关键报告 我请问各位 今天的行情有没有如同我的预测 那我昨天跟你保证一件事情 这一个行情会一路嘎一路嘎一路嘎 嘎到最后你们受不了的时候 你把空单全部停损 基本上也不用等到那一天了 因为你的营业员已经打电话叫你补钱了 补不出钱 今天已经有很多投资票 陆陆续续又被断投了 然后断投完之后 一直嘎嘎嘎到受不了之后 反手做得多很抱歉 先跌1500点 不要说我没有跟你预告 那你看我的节目不是一天两天 你得到事前预告 事后完完整整验证 所以说关键报告 今天开放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 让大家做一个所谓索取的一个动作 还没索取的投资票 记得赶快便宜往前 拨通电话叫做玩家群 同样股票的操作也都是一模一样 来和珅堂 我们等一下再来慢慢交代 一天16块钱 那问题为什么我的股票我都不用遮 当时62.4买进了和珅堂 从62.4涨到300块 涨了237块 为什么不用遮 因为很简单 我希望你先验证 验证完整 你选对专业 之后我们一起来行善布施 我们一起行善布施 老师每个月不断的 一个所谓爱心捐款 我们的好运自然就会永远旺旺来 我在节目当中 我也才跟着我强调 我们今天 我讲坦白的 主力作手 他知道我的会员非常多 我连遮都不用遮 那我请问各位 主力作手 他要当我的助力 还是当我的主力 他可以成为我的主力 他也可以成为我的助力 那我认为 很简单 我们捐的金额 再讲一遍 绝对不到主力作手的千分之一 可是我们行善布施的单位 绝对是主力作手的好几百倍 跟我对坐 以后下地狱 连阎罗王都不敢收 因为他是我的 我这样讲得够清楚了吧 我们做的每一件善举 我这个人很屌 我很诚实 我们就是做给神看 6000 再从6000 到这个极难救助金 喜憨额 再到昨天老师的爱心捐款 然后再到台湾世界展望会 再从世界展望会 来到蓝白拖的捐款 客人的蓝白拖我看到了 所以说那问题 那为什么我股票都不用这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逻辑 因为很简单 你要第一时间 拥有一个所谓主力心态 吃钱量力的绩效 你都看在一个所谓眼里 因为当你拥有主力心态 你会做多 你也会反手放空 甚至于麻烦 你把6月底的重播带掉出来看 今天5483的中美金 有没有大跌 我在6月29号 122块就跟你预告 人家主力心态 是个标标准准的空 就一口气跌了30块钱 为什么你要去下载软体 如果你下载软体 假设你买5张就好了 中间差了15万 你可以下载我们软体好几年 你们都不知道吗 这是为什么你要去下载我们的软体 老师啊 我没有用电脑 没有关系 你可以把你的手机拿出来 手机也可以下载啊 那问题为什么要选择我 因为我会做多 因为我也会放空 一档2345的志邦 今天有没有再创波段心刀 你很多人很喜欢当充被动元件 你做给我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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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之前 来 我们先了解核心价值 跟你预告被动元件 前天就跟你预告被动元件 全部绿灯 全部绿灯 好什么意思 等一下再跟大家报告 来来来来 之前的 之前的 2456的奇力心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先做多 再放空 总共 你看193块 放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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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大赚103块 然后放空2478大亿 三支跌停板 然后放空密忘石 70.1 利用极拉 因为我们的软体会跟你预测 每一档股票 它的一个水多空的防守架 来到空冒架 当中放空 送你两根的一个水跌停板 红样包括自保 包括3620的光洁 光洁68.7 人家主力心态 有多转空 你没有软体是很危险的 随便 随便空也赚14块3 来来来 老师 和声堂 和声堂你昨天做多 做得很漂亮 你有没有出 昨天尾盘收最高 对不对 外资买了一千多张 很多草包老师 学我在节目当中 讲和声堂 真的好可悲 要不要听传播带 看到外资买 也可以当口顾老师 靠腰跑掉了 跑掉了 昨天我跟你讲说 今天和声堂下跌 你们就不用意外了 为什么不用意外 因为它的月线是绿灯 已经讲得够清楚 而老师 你这又什么又蓝色的 因为大盘月线红灯 今天PA股票不大早 还听不懂 没有关系 关键报告 开放最后一天 让大家索取 还没预约索取的投资朋友 想了解明天的多空房子价 尤其会员要看清楚 今天盘检稿 我每一行 很重要一行 都打了七八颗的星星 想要索取的 想要验证的 感谢黄先生 播通电话车 完整下询 大家好 我是邓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 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喻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下载我们软体之后 你可以看到简单的一个所谓九宫格 那九宫格的情况之下 至少说啦 我讲坦白 这一波我讲坦白最离谱 叫做标标准PA 稳帽在74块钱 你就看到主力在放空 红耀25的全新 114块钱 我们对象很简单 红色主力做多 绿色主力心态有多转空 结果呢就一直杀 包括什么 3105的一个所谓稳帽 也都是一样 在300块 我们就看到心态 它是有多转为一个所谓空 可是呢 我在礼拜一的那一天 当稳帽一根长黑K棒 我会跟你预告 你千万不要杀低 为什么 因为月线红灯 不是稳帽月线红灯 是大盘月线红灯 你千万不要杀低 你杀低的咧 同样昨天3026和正堂 老师和正堂今天怎么跌下来 我昨天节目当中 我们跟你讲报告 好好好 我现在要再找到重播带 快快快快播 你找到那里 红色主力心态一翻空 搞不过又杀下来了 昨天有没有跟你预告 因为它是月线绿灯的股票 很简单 这是为什么 昨天这16块钱的急涨 你要落袋 最主要的一个所谓原因 同样的 昨天跟你预告的国具 今天有没有反弹 有吧 那么什么叫月线红灯的股票 包括GIS先放空赚35块 然后反手做多又赚了16块 今天GIS有没有再创新高 怎么会这么厉害啊 做空的标题背动 也砰砰砰砰砰 然后反手做多 砰砰砰 GIS最简单 放空完之后再反手做多 昨天关键报告 有没有跟你预告 苹概股 有需要在苹果公布财报吗 昨天你索取的时间是5点30分 有没有跟你预告 苹概股会上 因为月线是红灯 虽然说我很讨厌苹概股 这一档股票 来 直接看今天的江波图 直接看今天的江波图 老师啊 你不是股票不用遮 对啊 我股票不用遮啊 我90%的股票都没有遮啊 我昨天跟你预告 合生堂 那个急杀 你可以赚16块钱 你的LINE8 有跟你报告 你敢买吗 你不敢买16块 你也赚不到 所以说我要学学 其他投顾老师啊 我们看能不能把股票遮起来 然后呢 你们就会产生兴趣 产生好奇心 你也拜托 你是人是狗啊 对吗 报告你的杂谈 这狗才会好奇 像我家乐乐 什么都好奇 看到残也好奇 看到亲外也好奇 看到残除也好奇 不用啦 我讲坦白的 所有的一切种种 关键报告里面 我还是老话一句 涨回到净值 有5值的涨停板 这一个月操作难度很高 你一定要懂得一个所谓月线的关键价 你一定要懂得未来的一个所谓标股的趋势方向 最后一天的索取 赶快利用到前面 播通另外一切做完整教训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或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